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我的speech的title是 The Legend of Moon Cake 所以 在我們中國有一個傳統的節日 這個傳統的節日叫中秋節 中秋節 Moon Cake by second word 這是中文 那麼在中秋節的時候呢 大家要吃一種東西 這個東西叫 叫什麼 月餅 月餅呢 它是圓的 那麼為什麼在中秋節的時候 要吃月餅 這個月餅是怎麼來的呢 今天我就給大家講一講 這個月餅的來歷 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在Heaven上面 有一個皇帝 叫玉帝 這個玉帝呢 他有十個兒子 這十個兒子呢 非常非常壞 他們經常呢 做一些壞事 讓地球上的人去suffer 所以有一天呢 這個玉帝的十個兒子呢 把他們自己變成了十個太陽 想想想十個太陽在天空上面 那一個太陽都把我們照得很熱了 是吧 十個太陽在天空上面 所以地球上的人呢 就沒有水 也沒有吃的 因為植物全部都死掉了 那麼大家就想 應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呢 有一個 有一個Chinese archer 他的名字呢 叫Ho Yi 這是他的文片 Ho Yi 他名字叫Ho Yi 那麼他 會幹什麼呢 他會射箭 拿著那個箭 會射得很準 然後他就給大家說 好 我去把這十個太陽 全部把它射下來 好 他就騎在馬上 拿著他的弓箭去 他就對準那第一個太陽 per 第一個太陽下來了 然後又拉了一下 per 第二個太陽下來了 然後他就這樣子呢 射了九個太陽 最後一個太陽呢 他沒有射 為什麼呢 他想我如果把最後一個太陽射掉 那不是地球上就沒有光了嗎 所以他就把一個太陽留下來 那就是為什麼現在我們看 天空中只有一個太陽 在很久很久之前是十個太陽 所以呢 他射下來了以後呢 那地球就被拯救了 所有的人就被save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他是英雄 那就給他開party 在party 在party上呢 他就認識了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姑娘 這個姑娘的名字叫嫦娥 這是嫦娥的picture 她叫嫦娥 那麼這個嫦娥呢 他們和這個後裔呢 他們倆就fall in love 最後他們就結婚了 結婚了以後 他們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然後呢 當時的皇帝呢 就送給後裔 一小瓶長生不老藥 你們知道什麼叫長生不老藥嗎 Elixir Elixir OK 我把這個 我寫的這上面 長生不老藥 imm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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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長生不老藥 然後他吃了以後呢 他就說你吃了以後呢 你就可以長生不老 是不是永遠 活下去 那這時候呢 後裔就不想吃 因為呢 他非常愛他的wife 他如果要吃了以後 那他的wife死了 他還活著 有什麼用呢 所以他就沒有吃 他就給他wife說 你把這個好好的藏起來 放在一個safe的地方 他wife就放在一個safe的地方 那有一天呢 後裔出去 去出去 去練習射箭 那麼他的一個學生 就偷偷地跑到他們家了 然後就對嫦娥說 我很想要這個藥 你把它交出來 那嫦娥當然不想 把這個藥給他 所以呢 嫦娥被逼無奈呢 他就把整個一瓶藥 自己吃下去了 那他吃下去以後呢 他就覺得他的身體 輕飘飘的 開始飛了 他就開始飛 飛 當時他們家的窗戶開著 他就飛飛飛飛 飛到外面去了 那當後裔這時候回來了 他一看他的wife 已經在天上了 他就想把他拽下來 可是呢 他沒有拽下來 因為他够不著他 那他就想拿他的箭去把它射下來 他的箭也沒有成功 也沒有把它射下來 所以呢 嫦娥就飛飛飛飛飛飛 一直飛到月球上 那就呆在月球上 他下不來了 那麼後裔呢 就在地球上 非常非常的賽的 所以他就想呢 在月球上 沒有吃的 也沒有喝的 那嫦娥最喜歡吃什麼呢 他就把所有過去嫦娥喜歡吃的東西呢 都放在一個餅裡面 圓圓的 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全部包在這裡面了 然後所以呢 他就每年呢 就把它放在那 那所以這個就變成了 Chinese Moon Cake Festival 是吧 但是現在呢 這個已經變了 現在Chinese Moon Cake Festival 已經變成Family Reunion Day 所以每年到這時候呢 Family都會聚在一起 然後吃Moon Cake 然後大家一起快樂的 Reunion 好 謝謝 Toastmaste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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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